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上午的大盘 今天上午早盘指数选择低开 低开之后指数选择快速的震荡上行 并且到达了2850点之后 窄幅震荡 为什么在这个区域窄幅震荡呢 就是因为这个区域 即使压力也是支撑 上方呢有大量的套牢盘 下方呢也有一些坚定的筹码 所以呢他在这个区间呈现这种窄幅震荡 预计在这个时候 震荡一段时间之后就会选择方向 首先我们看啊 主力现在也非常被动 他要向上选择拉伸的话 他会遭遇散户的抛压 上下如果打压的话 可能散户跑的比主力还要快 所以这个时候啊 主力也在做调仓 所谓调仓呢就是指数在这个位置 虽然波动不大 但是板块的分化 或者个股的分化却比较大 这个从今天的走势上面 我们就能看出来了 另外我们看一下这个指数三十分钟级别的走势啊 三十分钟级别走势呢 目前他走出的是一个啊 探底的啊 回升探底呢就是这个六十周期线 目前来看呢 上方的压力依然在这个位置啊 还没有突破的压力 并且受到了十周期和五周期的压制 所以看这个位置能不能突破 不能突破的话 他还是需要回调回踩之后 然后再尝试突破啊 这是指数方面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今天板块方面的情况 因为我们前面讲到了板块现在分化的比较严重 我们看啊 今天涨幅之前的主要是以科技股为代表的 科技股呢在前期啊 跌幅比较大 在这一轮反弹当中也充当了主力 那么我们看到今天的走势也远远强于大盘 比如说半导体板块啊 另外芯片板块其实表现也不错啊 整体来说啊 科技股里头 然后包括电竞云等等都表现不错 另外第二个呢 就是啊 像农业传统农业板块的 包括环保等等啊 都表现不错啊 还有基建板块今天也表现也不错啊 总的来说就是三个大大项啊 基建啊 包括啊 农业还有科技 另外呢 今天表现比较弱的呢 就是啊 我们前面讲到的权重 因为我们看到A50的下跌 它直接导致的就是权重的走务啊 这个非常容易理解 我们看一下今天跌幅居前呢 主要就是银行保险和证券啊 这些是权重股扎堆的板块 那么今天呢 表现相对来说较弱一点啊 这个是与A50下跌啊 所直接对应的 那么A50的下跌呢 导致这些板块的下跌 但是科技股表现相对来说要强一点 另外我们从今天的成交量来看的话 短期的成交量总体来说还不错 那么主要就看下午 下午之后指数会不会分化 因为我们知道啊 像半导体包括啊 其他科技股等等 现在这一轮反弹已经延续了三到四天 也有大量的获利盘 如果说啊 就是早盘的啊 所谓的利好的话 没有兑现或者是发酵之后啊 它的支撑力度不是很强的话 但这些板块也会出现啊 回调 因为它的涨幅一定比较大 这些板块回调的话 同样的其他板块也会回调 这样指数也容易总出崇高回落啊 这是一个基本情况 以上呢 就是今天上午的大盘 我是排队